高雄市三明区河滨国小 筹划建校定名千岁公学校 在1940年时 由三明公学校以学区分拨 并收容沿城区北部学童 暂借古山区市府旧址做教室边班上课 隔年5月 也就是1941年5月 就责定现在的位置筹建 改名为千岁国民学校 民国34年 也就是西元1945年 原本的千岁公学校 光复后改名为高雄市第十四国民学校 隔年民国35年 改名为高雄市延城区河滨国民学校 这个名称一直到了40年后 也就是民国76年的8月 因为本校改立三明区 所以正式更名为高雄市三明区河滨国民小学 因此也就是现在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其间在许多学生与老师共同的努力之下 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又已参加1977年 世界少邦大赛荣获冠军最令人怀念 趁着这个机会 让我们一起回顾70年的光荣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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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